我被儿子儿媳赶出家门,一周后儿媳来接我,只因孙子说的一句话。 这里是红尘文读,订阅我,带你感悟世间的纷纷扰扰。 46年前,22岁的我跟着大姐出去打工,遇到了我的丈夫老李,两个人坠入了爱河,但我们谈婚论嫁,十分不顺利。 老李虽然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对我十分好,大姐都觉得她是良配,但是家庭条件差,我爸妈并不赞成这门亲事。 在我爸妈的眼里,无论是我,还是大姐,妹妹,都应该牺牲自己的幸福,去帮我弟弟结婚,只有弟弟才是老张家的后代。 为了逼我们分手,我爸妈去了城里,要抓我回家,还把老李毒打了一顿,命令老李立马离开我。 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我选择了绝食,拼了命反抗,老李回老家求自己的父母。 他爸妈把粮食卖了,找亲戚朋友借钱,我爸妈才松了口,我才得以嫁给老李。 在婆家,我感觉到日子十分幸福,虽然经济状况不好,公公瘫痪在床无法干活,全家人的生计都靠婆婆和老李张罗,但是他们对我真的很好。 那个时候,家里有点好吃的,老李总是第一时间夹到我的碗里。 我夹了回去,让老李吃,看到我们推来推去的,婆婆便让我们一人一半,宽慰我说,男人疼媳妇是应该的。 婚后第三年,我生下了儿子,婆婆和老公十分高兴,把家里养的老母鸡全部宰了,自己舍不得吃一口,都给我吃了。 可是好景不长,我的幸福很短暂,在儿子七岁的时候,老公出事了,离开了我们,那天,老公去别的村里帮人家干活,而我跟婆婆则在家里做家务,下午五点多,跟着老公一起去干活的邻居急匆匆跑过来,李勇他妈,李勇他媳妇,不好了。 李勇掉到水塘里去了,你们快去看看吧。 听到这话,婆婆直接瘫倒在地,我也慌了神,在邻居的帮助下,我掺着婆婆,拼了命往事发地跑了过去,可是一切都晚了,等我们赶到的时候,老公再也醒不来了。 公公本来就瘫痪在床,承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苦的他,没过多久也离开了,婆婆老年丧子又失去了丈夫,精神恍惚,坚持了大半年夜走了。 从此以后,我与儿子只能相依为命,我强忍着悲痛,将他们一家三口全部安葬了,带着所剩无几的钱,搬到了县城。 在婆家亲戚的帮助下,给儿子找到了学校,然后我就一边赚钱养家糊口,一边照顾儿子。 一开始,我动了回娘家的念头,可是我很快就打消了,只阴在我爸妈的眼里,女儿就是工具人,有用的话你是他们的女儿,要尽孝,比如我妹妹长得漂亮,嫁给了条件不错的男人,他们隔三差五就去找妹妹要钱,害得妹妹被婆家人看不起。 没用的话,你就是外人,有多远死多远,不要回来拖累娘家,大姐的儿子生病了,大姐恳求娘家借点钱,他们一分钱都不给,还骂了大姐。 这让我感到无比寒心,就不去自取其辱了。 于是,我在县城住了下来,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儿子,好在婆家亲戚蛮多的,很多亲戚有人情味,他们经济条件也不富裕,但没少帮助我们母子,尤其老家堂哥一家,由于我一天要打两份工,经常没时间回去给儿子做饭,因此,堂哥经常喊我儿子去他家吃饭,帮了我们母子大忙。 我们母子俩吃尽了苦头,终于熬出了头,儿子考上了大学,毕业了之后,找到了工作可以自食其力,还娶到了老婆。 十年前,我的孙子出生了。 抱着刚出生的孙子,我泪如雨下,孙子出生了之后,我不再打工了,一直住在儿子家帮忙带孙子,事实上,由于儿子和儿媳妇两个人工作繁忙,早出晚归的,因此,家务活也归我干。 六年前,他们两个人要了二胎,生下了孙女,月子依然是我伺候,孙女也是我带。 我与儿媳妇的关系,远不如我跟婆婆那样好,一方面,我努力做一个通情达理的婆婆,可是我与儿媳妇可能是三观不合,老是发生矛盾。 比如,以他们两个人的收入,养一个孩子绰绰有余,有两个孩子钱可能就不够花了。 再说了,我忙碌了大半辈子,身体早已垮了,但孩子本来就十分吃力,因此从一开始,我不赞成他们生二胎。 可是儿媳妇坚持要生一个女儿,说自己想要小棉袄,还说我重男轻女,让我感到很无奈,生就生吧,我也尽力照顾孙女了。 可是,既然他们执意要生两个孩子,是不是就该更加努力地赚钱养家糊口,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是不是该节省开支,没必要的花销减少一些。 可是他们不但不努力工作,还大手大脚地花钱,而媳妇喜欢买化妆品,新衣服,包包。 儿子喜欢打游戏,打赏主播,我说他们,两个人都不高兴,另一方面,我儿子也站在老婆这边,总觉得我唠叨,多管闲事,让我别跟他老婆发生矛盾,不然难做的是他,这让我也感到十分难受。 一个星期前,儿媳妇对我下了逐客令,说是家里空间有限,住不下这么多人,希望我回老家县城,有时间了,会去看我的,看着不发一言的儿子,我感到无比心寒,懒得跟他们争辩,收拾东西离开了,回到了老家县城,过上了独居的日子,让我没想到的是,才过去一个星期。 儿媳妇就回来了,跟我陪不试,希望我可以回去,见我不肯回去,儿媳妇急了,妈,你孙子前天跟我说,老家房子别卖了,以后,我们还要住,等到我帮他,把孩子带大了,他也把我送回去,听到儿媳妇的话,我感到哭笑不得,也不知道,这话到底是谁教小孙子的。 我思来想去,还是没有搬回儿子家,我已经明白了,我跟他们矛盾的源头,作为两代人,我们的生活理念不一样,住在一座屋檐下,很容易吵架,我让儿媳妇在附近给我租了房子,有时间了,就带两个孩子去看看我。 儿媳妇答应了,我也收拾东西,跟他回去了。 我想好了,接下来的我会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不再管儿孙的事情,我把儿子养大了,孙子带大了,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干什么还继续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儿孙自由儿孙福,这句古老的谚语,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鼓励人们放下对他人的过度关注和插手,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幸福之路。 我们常常听到父母对孩子们说,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吧,这似乎是在告诉孩子们他们应该独立思考,并为自己的行动负责,然而,当我们回顾自己的童年时,可能会发现, 尽管我们的父母努力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条件,但我们的成长之路仍然充满了坎坷和挑战,这是因为父母和祖父母总是不禁想要保护我们免受困难和挫折的伤害。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重新体验那些困难和挫折,我们可能会发现,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如今的个性和能力,而孙自由儿孙福的观点告诉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 也不应该对他人的选择和行为进行过多干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和使命,只有通过亲身经历,他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并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如果我们总是试图替别人做决定,那么我们剥夺了他们发展的机会, 让他们自己尝试,失败,反思和改进,是帮助他们成长和获得幸福的最好方式。 当然,有时候我们不禁会担心自己的亲人会犯错误或者受到伤害,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担忧而试图控制他们的行为,因为这样做只会限制他们的成长和幸福。 相反,我们应该相信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面对挑战,并从中学到宝贵的经验。 总而言之,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一种智慧和成熟的态度。 他提醒我们不要过分关注他人的事物,也不要试图控制他们的选择和行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幸福之路,只有通过亲身经历,他们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让我们相信并尊重每个人的选择,相信他们有能力走出自己的道路,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